哈囉大家好 因為現在外面在下雨 所以我就不是很想要出門去健身房 但是我有想要運動 這時候我就會選擇做一些居家運動 可是如果徒手訓練都已經做膩啦 像那些棒式徒手繩都做膩了 該用什麼方式來做肌力訓練 持續的刺激我的肌肉呢 那這個時候我就會選擇彈力繩 彈力繩其實就像一條很長很大的橡皮筋 那我們在拉這個橡皮筋的時候啊 就可以刺激到我們肌肉囉 那像我在產後很長一段時間 都是用彈力繩來做訓練 第一個是因為剛生完小孩啊 常常要哺乳照顧新生兒 就沒有辦法有那麼多時間可以出去外面運動 第二個就是呢 我們產後其實我們身體 是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運動 這時候如果開始舉一些重量 什麼的就會很容易受傷 所以彈力繩就是一個很 很適合循序漸進訓練 就是練其激勵的一個方式喔 那我今天呢要做的彈力繩 運動 就是 這一組全身訓練 一共有四個動作有 伐木式 胸推 深蹲肩推 俯身滑船 然後可以練到核心 可以練到胸 可以練到肩膀 臀腿 也可以練到背 結束這個肌力訓練之後 可以再做15分鐘的低強度有氧運動 然後來完成今天的課表 然後來完成今天的課表 再給你一次 我們可以練習的 一共有四個動作 我會不會練到 按讚 多久 還有 apparently 每一步 都可以練習 再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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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那四个动作可以做个四组 然后可以做一轮到两轮看你的时间 如果时间够的话看能不能做到两轮 如果不能的话那你可以做一轮之后 直接在乘胜追击 执行15分钟的有氧运动 那通常这15分钟的有氧运动 我会就是跳绳或是原地跑就把它完成 那如果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的话 我可能就一样就直接出门了 然后让自己走快一点 然后一样就是让自己的心率提高 然后我们的心率建议是维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0%之间 那在这个课表的最前面啊 就是有一个表格 你可以从里面看 比如说我现在是18岁 然后呢 我的低强度有氧心率就建议是维持在 每分钟跳140下左右 然后这是我今天的吉利训练课表 那明天是礼拜二 礼拜二的运动课表 这边我也安排好了 就是可以做高强度的有氧训练15分钟 不论你是坐划船机啊或是跑步机啊 或是你甚至只是跳绳都可以 你一样只要让你的心率维持在 我刚刚附上这个表格的 假设我现在18岁 然后呢 HIT高强度有氧 运动的心率就是建议 强度在每分钟跳140一下到180下之间 这样就可以达到 记忆力锻炼跟锻炼心肺功能效果 所以如果在家没有什么器材 也不知道做什么运动的时候 这一组课表还有 谈力神就会是你居家运动的好帮手哦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哦 拜拜